歡迎收看 治手、治根、治尾 單字記憶法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 治手、治根、治尾 單字記憶法的時間 這個時間是針對於英文單字的 治手、治根、治尾來分析 希望能夠提高 被單字的效率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別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 治手、治根、治尾 今天一樣介紹兩個治手 第一個是POST 第二個是RE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POST 指的是後 或者在後 在後面的意思 POST 在後或者後 那麼我們看第一個單字叫做 POST P-P-O-N的意思叫Postpone 那麼Postpone呢 就是所謂的動詞叫使延期或延緩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 整個單字的一個分析 第一個POST 這是我們講的 這是後或在後 那麼再加上這個 P-O-N意思是放 那麼往後放 把東西往後放 緩一緩 叫做Postpone Postpone 往後放延緩 把事情延緩一下 Postpone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 P-O-S-T-S-C-R-I-P-T 叫做Postscript Postscript Postscript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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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k變成 script Postscript 那什麼叫Postscript呢 它是名詞 叫復言或者復比 也就是我們常稱的ps 也就是我們在寫書信的時候 後面呢 有時候我們還要再加一些話 就做了一個 所謂的ps 復言或復比 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的Postscript Post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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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它的分析 Postscript 是在後 script 叫做寫的意思 write 寫 在後面寫上這些 一些話的話 叫做 Postscript 叫復比 ps 我還要增加一些話 留在最後面 再把這個 復上一些話 加強一下 加強一下 所以叫 Post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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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叫做 復言或復比 好 第三個 也是Post Post 那麼後面呢 是G-R-A-D-U-A-T 這個叫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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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畢業了 畢業生 畢業生 Graduate 那麼叫做 Postscript Graduate Postscript Graduate Postscript 為什麼叫研究生 我們看 Postscript 是往後 那麼Graduate 通常是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 當然它也是指畢業 那麼這個是我們 特別強調這個是有關於 Postscript Graduate 是大學畢業後 那麼就是所謂的 大學畢業後再繼續深造 叫做 研究生 叫Postscript Graduate Postscript 大學畢業後繼續深造 那麼叫Postscript 好 那麼這是我們講到Posts的 後 再後的一個分析 我們看一下RE 也是 向後 或者回 有回的意思 回來的意思 或者反對 有反對的意思 向後 回或反對 我們看第一個 叫做 R-E-T-U-R-N 這個字我們常看到 叫做 Return 因為T-U-R-N 這個是旋轉的意思 Return 那麼它是動詞 叫回來或返回 從 出去之後 從外地再返回來 Return Return 好我們看 RE是回 Turn是轉 轉回來 往回轉 要反回 叫Return Return Return 好第二個呢 R-E-V-R-S-E 注意有R-E 叫R-E 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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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反轉回去 reverse reverse 好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regress regress regress是名詞叫退化或退步或逆行 往後退 往後退 因為我們上次講過有關於這個 progress progress是往前 因為這個greess 這個地方 往後走 那progreess 是往前走 往前走是進步 往後走就是退步 往後走 所以我們 就是說 往前進 progress 不要regress 往後退 要往前進 不能往後退 所以這個叫做 regress 退化 退步或逆行 往後退 regress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提到了 整個 兩個 自首 自首的一個用法 一個是POST 後再後 一個是RE 是RE 在向後或反對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提到的幾個 那麼 兩個這個自首 那麼往後我們陸陸續續的推出 很多很多的這個自首字跟字尾 來整個提升單字的一個 配送效率 而且能夠在很多文章 要是我們遇到 不懂的 沒有辦法 了解的單字 特別是以前從來沒看過的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自根自首 自尾下去推敲 可以提高我們的這個閱讀層的答題率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不要了 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編訊息 期待下次 自首自根自尾 那麼單字機法 那麼這個 再繼續 謝謝